广东深圳刚祭出最新买房政策 调降二套住房最低头期款比例 个人住房贷款最低头期款比例由原本的普通住房70% 非普通住房80% 统一调整为40% 降低居民购买二套住房的资金门槛 普通住房如果你是500万一套的话 那么你的原来首付七成就是350万 那么这次调到四成200万 降了150万 专家认为政策力道大将提高民众的购物意愿 政策刺激房市 我们访问一名在对岸发展的台湾人沈先生 他在广深开工作室 妻子是浙江人 考虑在浙江制产 但还在观望 怕就怕在 现在出手还是会买在高点 根据大陆统计局公布10月70成房价状况 新房价格指数按月上涨有11个 持平3个 下跌有56个 路透的数据 70个城市新房价格指数按年下跌百分之零点一 按月下跌百分之零点三 两者都连续四个月下降 我们之前看到的很多房子它的价格都是一直在往下降 我们自己的想法说可能还有就是在降着5000块钱左右的那个可能性 房价跌势扩大可归因于几项原因 包括11长假出游 买房情绪下降 开发商凭年底业绩给出甜甜价 供给端风险蔓延 购物足怕怕 政府限购政策解令 新房折扣大 二手房跟着降价促销 我们在八月份其实政府出台了一轮刺激楼市的政策 包括这个放宽 二套房的认定 降低首付的标准 那么此后的确刺激的政策在此后的几周内带来了一些楼市销量上的反弹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刺激的力度还有待加大 2020年北京政府发布三道红线整顿房市后 市场急速降温 大型房企在资金受限下开始动弹不得 房市趋势专家预测 中国大陆房市泡沫化已经产生 他们的调控非常的频繁 也就是打房 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就是说 他对于这个大型的这些房企 杠杆操作过剩 去没有去管制 所以让他任凭他就是资不抵债 也就是说他负债高于这个资产 去年中国大陆民众针对烂尾楼掀起巨角房贷风潮 中共政治局为此做出了保交楼的宣示 房地产开发商承诺一定期限内完成房屋建设并验收交屋 国进民退 也就是说国家的这个 利用国家的金融去支援这些为交屋的这个房子 但是呢 企业他就不管你 企业就是要你再慢慢的这个安乐死 企业房市在一连串的旧房政策下 期望达到振兴效果 但根据美国媒体报导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持续减少为房地产业提供贷款 大量资金流向制造业 科技业 影响到房地产可能它会有成绩最少到五年到十年的当中 它会调整 这个长线的调整必须要消化很多堆积如山的这个遗物 供过于求的这个遗物 明年楼市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高层 可能会出台的一些比较强有利的刺激的政策 主要在银行的信贷端对于民营开发商的一些更强力的信贷的支持 短期来看 我觉得它的政策的出台到见效 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 短期来看 开发商为了缓解资金链以及年度业绩 除了低价策略没有更好解放 预计年底价格指数将持续低迷 整体房市还在亮黄灯 TVBS新闻请用小王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